金玉良言 有位女士移居到了瑞士 和当地人结婚 入了瑞士国籍 有一次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因为感冒的缘故 使她喷嚏连连 又不停地醒鼻涕 她每打一次喷嚏 就有乘客转过头来对她说 祝你健康 她当时觉得好糗 所以就想提前逃下车去 不料要下车前 车上的乘客们以及司机 都齐声祝福她 早日康复 在瑞士 超市的收银员在结账时 会跟顾客打招呼 例如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 或祝你周末愉快 顾客们也都会 回给收银员一个祝福 这位女士还提到了一点 她的先生在每次用完餐之后 一定会跟她道谢 还会说 菜真好吃 好满足之类的话 上班前也会祝她一天愉快 临睡前也会祝她一觉好眠等等 当然 长久下来 这样的好话交流 就是一家人和乐融融最大的因素 这样看来 世界上最有修养 又常说好话的人 应该是瑞士人了吧 人们常说 静随心动或从口出 语言体现着我们的心性高低 一个人的言行 是其内心想法的表达 也是执着什么的直接展现 生命是一种学习 当一个人学会了 如何掌管自己的舌头 自然也就能够掌管了全身心 送给别人一句金玉良言 让他的人生奋起飞扬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安 感谢观看